T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时时入寇 时时入寇 最迷人的林家昌 在我们的现场 不好意思 这个铁为其名 没有啊 你有一个酒窝耶 酒窝 笑笑 你有两个酒窝耶 一边一个啊 哎呀 很正常的分分 什么时候动的手术啊 你的酒窝 就天天抓 天天抓 怪不得林家昌嘴巴那么甜 你跟叶志文吃过饭吗 这个领域正好不同 他真的吗 没有他们 他其实在业界就是以敢处理事情文明 他应该 因为你常常碰到这些人啊 应该某的时候就是这一桌 这个这个房间里有一桌 然后另外一桌里面 我跟赵董公子蛮挺不错的 是个好人 看起来就像个好小孩的样子 是个乖宝宝 可是看起来比他爸爸 抗压心低一点的样子 哎 爸爸可是从帮模开始做起的 对啊 真是 那不同啊 看他起高楼 看他楼垮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 有树有神快拜啊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乱砍树 会好一点 真的哦 你自己看看 对不对 是吗 真的吗 是因为那个大巨蛋 那个树的关系吗 不挖都没事 跟监了几年啊 真的哦 不挖都没事 挖了就就 癥结 开始了 是啊 没有啦 其实这种就自然环境什么 还是要爱护的 我觉得那些树其实 真的很珍贵啊 你不觉得大巨蛋盖到路边 实在是世界奇闻啊 你看到哪个stadium会直接沿着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巨蛋 它基本上说 如果说你这边要有个松山 松烟文创园区 你旁边有个大巨蛋 其实是不协调的 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刻意规划在一起的 叫一个完整的给市民修气的 我最近有时候都去松烟松烟到附近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可惜哦 我们那个规划是有问题的 其实基本上这个案子啊 我自己非常的 你知道叶斯文他是从林阳岗时代就开始做 我们是吃 讲吃的节目 是吃的这个 可是我们的吃 我们的这个吃的气氛跟吃的品质都跟一个社会的氛围是有关的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来讲 为什么要讲叶斯文 因为 加昌上个礼拜跟我们连线讲澳门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了 澳门他是以赌场起家 没错 他的那个整个赌场的那种格局 跟他的规划的这种转型改头换面 是几年的时间 而且是世界级的手笔 以前我们去澳门的时候 那个是什么一个小荒岛啊 就是我去的时候你还没出生的时候 大概还在学部 这根本就是一个真的是小渔村 渔村高档级 然后到普京饭店去赌博 而且那个水准也还OK 后来呢 真的国际性的 现在人家超过了Vegas 可是我要讲到今天加昌的重点了 上个礼拜如果听众朋友听到 就讲澳门现在 他们所推的旅游的亮点 是 不只是赌场 是精致的 因为他就像扣姐讲的 他可以用赌场的盈余 对 来规划这些top of the top 不光是顶级 是超顶级的行程 等于是说很多台湾旅客 可能甚至都为了吃东西而去 为了那些体验而去 然后不小心又小赌了几把 对 或者是说不小心小赌几把的人 他又去吃东西 因为通常赢钱的人 花钱都会不眨眼睛的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是在整个的整体的规划上面 是有节奏的 而且是有商业的跟这个群体的这个脑袋 良性循环 然后我们就做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做什么事情 都乱撑一团 但大家都知道上个礼拜 澳门也有一些民主的活动 我们也有去参与 你有去澳门去玩 你去 你小心 你咋被那个抓起来 我还得被抓去呢 来问话 这个在节目上我们乱讲什么话 好了 今天这个日子 谈吃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是6月4号 还是要吃了 不过当然还是要吃 上个礼拜我们介绍的澳门的米吉林 一个就是你讲的那个 那个小鲸鱼一样的虾饺 八餐厅 八餐厅 是 然后鲸鱼一样的虾饺 还有刺猬一样的那个 叉烧包 叉烧包 你不要以为我忘记了 太棒了 期待跟您同游 还有侯不凶 侯不凶 那其实在台湾的侯不凶 这几年也是非常努力了 侯不凶当然他成名胜早 所以说其实他在世界上的一举一动 大家都在看 有人说他已经有点连锁话的感觉 但是我个人倒不这么觉得 我倒觉得他非常专注 因为我相信每个业主 因为有他的餐厅都会 特别认真来经营这一块 所谓的Find Dining 对 你讲的那个八餐厅跟 侯不凶全部都是在 在新普京 就是和 和鸿生 先生的 这个事业里面 没错 那这个因为新普京是他普京的正旁边 也是澳门最高的一个饭店 那所以他的事业非常的好 那我上一次最后忘了跟大家讲 真的去新普京吃这个侯不凶 这种绝对就是盛宴一场 那你不论是穿着打扮跟心情 可以让你在用餐的那过程当中 就像个贵族 好那你上个礼拜说你去了吃了三家 那个米其林 那最后一家没介绍啊 永利宣 永利宣 就是永利饭店 哦哦 对他是米其林二星 哦 那他其实最重要的是 就今天要延伸来讲 当家昌在澳门吃到非常道地的港式饮茶之后 哦 台北哪有好吃的 哦 你想的 从高价到平价的港式饮茶点心 台北有刺猬的那个叉烧 有一些做的很可爱的 其实在军品的移工 哦 他们其实蛮努力在做这些 他的叉烧是很好吃 是 可是我想吃鲸鱼虾饺 鲸鱼虾饺 不可以被外形蒙蔽 为什么虾饺做成鲸鱼形呢 应该是虾饺做成虾形 因为虾有两只 熬不好做吧 我每次从小开始 人家说吃虾饺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虾饺长得不像虾呢 哦 原来他不是 哈饺是在里面有虾饺 所以今天加上的功课是 除了很得意的把你在澳门的米其林三家餐厅的滋味带回来 是 还要把台北的这些港店 好好的 分析 分析一下 因为其实最有趣的是 我在澳门不光是吃贵的 我也吃了很多的街边小食 街边的港点 路边摊 路边摊 其实就不一定是特别港点 因为 蛋塔 蛋塔也有 然后牛炸也有 他们每一个摊都有自己的特色 跟台湾的小吃一样 小吃卖的东西越少 东西会越好吃 对 就例如说他一个口味就可以传几十年的 这种都很惊人 就像我们捷运游村站什么搞出来的小店一样 好嘞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来看看 嘉昌告诉大家在 应该是讲的是台北 台北为主 台北的港店 那还有一个 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嘉昌要请大家广告的时候想一下 你到吃点心 吃点饮茶的时候 你什么东西是一定要吃的 喝茶呀 进广告 欢迎收听Coco早餐 7点45分13秒 我们今天在现场是 时时入口的主讲人林嘉昌 大家很喜欢的嘉昌 上个礼拜他介绍的澳门 是啊 米其林 所以去澳门 延续过来 除了买那个杏仁酥之外 这个伴手礼之外 那就是三家米其林餐厅 吃了三家 还有一些街边小食 永立轩跟八餐厅 跟那个 好凶 好 街边小食 有很多 澳门跟 牛炸白粥 茶餐厅 都很棒 都好吃 其实在台湾 你随便找餐厅 其实也蛮好吃的 因为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澳门的所得就是台湾的double GDP的部分 那当然因为赌场他们有很多的职位是限定澳门人 那他们月薪是多少k? 他们一毕业就是一万开始 一万的澳币 就是港币嘛 那就是四万块 三万五 我讲错了 对不起 是一万五 一万五 对 那好 我们现在很多在车上的人都想一头撞破 然后如果你真的进到赌场工作的话是两万几条 要考制造 对 就是他们 而且他们的核观就是那个低了是只能澳门籍 所以说你要有澳门的 就是你是澳门人 你才有办法上那个班 就保护自己的那个就业 这个就回头来就是你会看到 至少在基础上大家都得到一个保护 就创造就业机会 而且 一万五千块普币 一大学毕业就可以赚一万五千块钱 就是港币嘛 五万块钱台币 跑机程车大概至少也有这个价钱 移民去澳门好了 说不说还是个问题呢 不是 我跟你讲澳门 其实他们最近几年 澳门他在学术上面像澳门大学 他找了非常多台湾的 他现在校长还是台湾人去的嘛 那那个而且他很多的学院 都请台湾的知名的教授去 像我的好朋友啊 邵宗海教授也去过 是是 对不对 客助 对啊 所以人家他 所以什么事情就有钱挣的好办事 没错没错 他先用这个钱 对对对 经济发展起来之后 发展起来之后 他还并没有忘记嘛 是 促进理由还有这个学术 学术 好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又要这个 好了 我们来良心学习了 对了 家常刚请大家做了一个小功课 有没有想到说 每一次到这个 粤菜 粤菜餐厅 吃这些饮茶的时候 你会点什么 我们从小到大 大概都先以 虾饺跟烧卖 对 他那个中央都要一茶两件嘛 然后还有叉烧包 大概就是这些选项 不吃也不像饮茶 对 而且对啊 人家推车子来才比较像 突然回到那个年代 对 我觉得很奇怪 有些以前后来转变的 就是要点这个 这个饮茶的茶点 我觉得好奇怪 我不知道你从哪里 给我捞出来的 所以推到你面前的时候 乐腾腾 比较有保险 不论是红宝石 或者是在西门町的 那几个老的 天哪 你也吃过红宝石吗 有 我小时候很喜欢 红宝石现在已经没了吗 后来还 他改到别的地方 中山北路 比较靠近火车站那里 本来还要在试着营运 可是时不我语 对了 红宝石是我们那个时代的 黄金饮茶楼 还有大三园 对啊 那现在是到处都有了 还有24小时了 那因为其实刚刚 可可姐讲到一个重点是 香港有时候也很羡慕台湾 就是这个金星系列的 24小时茶餐厅 对他们来讲非常的方便 而且环境跟菜色 都有一定的水准 但是今天我要先跟各位 分享几个吃饮茶的小秘诀 对 大家有没有听过炸凉啊 有吗 炸凉 炸凉 听过但是忘了是吃什么 当你会点炸凉的时候 那点菜的先生跟阿姨 就不敢忽悠你了 好 这是我最常教大家的事情 真的吗 你一静坐下来 人家问你点什么 对你说先来份炸凉的时候 他这个人就会知道 这个来头可不小 你说广东店都是粤菜店 不论是就是这种港式点心的饮茶店 在台湾或澳门或香港或广州都一样 你只要会点炸凉 人家就会对你另眼相看 炸凉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油条肠粉 哦原来他的外号叫炸凉 炸凉 就是家商从以前都常教大家一些小撇步 就是说当你会点一些关键菜或说出关键字的时候 你在餐厅得到的地位 真的吗 顿时就会不同了 接下来又就是那个 炸凉 那个 里面是包那个油条的 油条那外面是肠粉 肠粉 因为其实大家平常有一次叉烧肠粉 或是虾仁肠粉 但事实上香港人自己也最爱就是炸凉 外面是刚刚做好的这肠粉非常的Q弹 有咬劲 那中间是油条 所以是非常的脆 所以你一口吃下去的时候会有两种口感 那原来现你叫炸凉的时候 对方就觉得你不是一个简单角色 要把好吃的东西给你吃 没错 不要扑隆你 对啊 在帮你弄茶叶的时候 可能也会挑好一点的茶 给你茶叶片 不给你茶叶碎 对 我给你讲这茶很多 好不好喝 也是会影响你的心情 好 炸凉 是啊 然后家昌很喜欢吃 就是主食的部分 我很喜欢吃 史油黄炒面 我知道那也是素的 对 那其实这个在真正的香港师傅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菜色 因为它是一个便宜 但是要做好非常的难 因为它要香 要豁气十足 它的面又要维持着相对的弹硬度 而不能煮到绕煮到软 对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他们那个炒面 它不是像我们那种那种炒面 是真的这样炒来炒去的 对不对 没错 好吃好吃 如果是做的好的话 还有还有 当然烧腊是必点的 那如果有乳猪的话 当然乳猪价格是高一点 但是你会点乳猪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说 你也是一个吃家 可不是一个路人 对 还有那个叉烧要烧的焦一点 是 而且通常是肥一点 但健康一点还是都好 随缘 对 那最后其实蛋挞 建议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因为我在台湾有吃过 好几件好吃的蛋挞 是吗 真的 你讲的是那个点心楼里面 点心就是饮茶里面的蛋挞 好的 今天讲的这些就是 只要你去饮茶点心的这种店 讲得出来会点的话 这些人都会对你另眼相看 事件必备 事件必备 加仓事件 我请问你 你是专业 到底我们饮茶的时候 要喝什么茶 我最喜欢的是普洱 因为他们跟我说普洱会瘦 他们说普洱会瘦 对啊 所以我就笨笨的一直相信 等一下赶快换普洱茶 不一定啦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好你刚刚讲的是内容嘛 必定 那好吗 那我们现在就要给地图给大家咯 是啊 我们先从饭店类的开始谈起 因为其实刚刚Coco姐提到整个缘由 从过去的一个小餐厅到饭店 因为要经营 加上这也是饭店者 知道经营一个餐厅的难度 所以说很多饭店 几乎每一间国际性台北的五星饭店 都有 越菜 对 都有点心 我们可以先从比较老字号的 包括了国宾饭店 还有兄弟饭店谈起 国宾饭店的 他很直接 他就叫粤菜厅 对 对 那他的水准也还不错 对 那也是家长小说会体验的 那兄弟饭店更不用讲的 二楼的兰花厅 人家那个隐藏是有历史的 对 他还推车 对 这个很有趣 他虽然小小 所以他常常客满 是 虽然现在没有兄弟像了 但是兄弟饭店还是要支持一下 他这个真的是台北人的回忆 对 二楼到地下室的日式餐厅 其实都是大家喜欢的 兄弟饭店很努力 大家可以继续留意 好 然后另外在这个比较日式 日本客人喜欢 包括老爷饭店的民工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他是非常精致路线的 嗯 然后包括了这个当然草品级 也后来也开了分店 也很有水准 嗯 那当然我今天要讲几件 比较特别的 包括来来饭店的成员 其实现在叫洗来灯了 讲来来饭店是 可能比较早一辈的 反正就是立法委员的餐厅 是是是 那成员的脆皮叉烧 是非常好吃的 成员是那个宝妈 就珍宝姨的妈 是 她所说的最好吃的这个 嗯 月菜点心的地方 宝妈是很会吃的哦 是啊 她非常挑剔 她推荐的这个民生 炒饭可是一包 对好 成员 然后还有 当然还有这个 包括了这个 这个 爱美的这个 这个韩社食谱 嗯 我也非常的喜欢 然后 当然包括了这个香工 香格里拉 在两岸三地的 每一间 这个香格里拉饭店都有 也都做得很好 对 那另外有两个是 比较高价位 但是我认为水准很好的哦 高贵不贵啦 其实不会太贵 包括了极品海鲜 中午去吃点心 也是很好的选择 然后他后来的班底 出来开的浙园 也做得还不错 极品是以前 辛同乐的师傅出来的 是 浙园是极品出来的 对对对对 繁衍出来的 浙园是曹浙的浙 对两个极 极圆 然后另外几间 比较平价的 推荐给大家 这个可以常常去吃哦 包括了 从过去民生东路 现在搬到南京东路 在台肥大楼旁边 竹家庄 之前有介绍过 他的避风糖炒蟹 非常的好吃 他的点心也很有水准 那这个你真的 你一去点乍两 加上保证你 那个阿姨的眼睛 就亮起来了 对因为这你真的懂 然后另外这个 翔发茶餐厅 在市民大道 后来开到大安路上 也开了一间 那一间 很难经营的地址 但是他现在做得很好 对很靠近 中下动路 对对对 在大安路口的那一间 做得很好 那翔发茶餐厅也是 我觉得非常有水准的店 那可可姐自己 有没有喜欢的这种 我 对啊 我喜欢那个 军品的 就是宜宫的那个 漂亮 不是宜宫的那个插烧酥好好吃 对 好吃的不得了 而且宜宫还有个仙芝鸭呢 对对对 也好吃 他的烧辣也是非常好 以前那个 军乐饭店的漂亮式 乐赛里面非常经典的 然后这一次 还有另外一个新的餐厅 也是加上吃到很惊艳 要推荐给大家是 南京中山 对 大昌酒盒 陈伟强师傅 自己来主持的 他是日式的店 他是日式的饭店 但是他的桃花林餐厅 做得非常的好 他的不论从烧辣到点心 那因为陈伟强师傅 待过新加坡的四季 然后他自己在香港 也受训很久 他到台湾来 其实掀起了一阵旋风 哦是哦 所以我很喜欢 好 所以是 去大昌酒盒的桃花林吃 也是炸凉开始啊 你一定要这个 这是真的是先发制人 先发制人 炸凉 然后最后你一定要吃蛋挞 去检验这个地方 没错 他的点心做得好不好 其实就是一个首鹿菜嘛 可是像那些什么唐朝啊 什么的 他们都掀起风潮过 稳定啊 也不错 这就是还可以 但是 像唐朝金星啊 这种 这个非常大型的 本人对中央厨房 有一点点抗拒 当然 如果赞成中央厨房 他就损毁了 他的美食家的这个荣誉 没错 不过呢 他们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那你还提到了像什么 像龙都 他也是一个 除了烤鸭之外 点心也很好吃 非常悠久的一个产品 不过去那边吃饭的人 平均年龄高一点的样子 要开心 我都不太去 太胡扯的啦 好啦 谢谢今天时间的关系 因为前面跟家昌这个扯了一下 家昌今天告诉大家的秘密是 吃饮茶龙要吃菜呀 吃饮茶吧 宝贝